第十二届沙拉越周选今天举行提前投票 两万三千名军警人员和配偶从早上八点开始 分别在85个投票中心履行公民责任 过程顺利 所有投票站都严格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全程戴口罩以及每两个小时消毒设施一次 截至下午三点投票率达到86% 选举委员会一共在沙拉越63个地区 开设了85个提前投票中心 111个投票渠道 让一万两千五百八十名军人与配偶 以及一万零四百五十八名警察与配偶 从今早八点到下午五点期间投下神圣的一票 沙拉越副警察总监拿督曼查 今早巡视古境警察总部的投票中心后 在记者会上说 投票程序十分顺畅 各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和选民也很配合防疫规定 出现冠病症状以及佩戴隔离手环的选民 将被安排到特殊投票站投票 这也是我国在疫情之下迎来的第三场州选 共有349名候选人角逐82个席位 当中不少选区都出现多角战 竞争最激烈的是都东州一席 共有8名候选人 正式投票日落在这个星期六 12月18号 合格选民人数超过125万人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